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要討論的題目是 你是藝人嗎 你看這茫茫的人海 到底怎樣的人是藝人 還有如果你信耶穌之後 你就真的是藝人嗎 我曾經跟一個牧師討論過這個題目 他說我們是蒙恩得救的罪人 我說我們是蒙恩得救的藝人 到底誰對呢 讓我們來看慎經 羅馬書三章26節 好在今時顯明他的意 使人知道他自己為意 也稱信耶穌的人為意 這個他自己是耶穌基督 耶穌他顯出他的意 而且稱我們這些信耶穌的人為意 神稱我們為意 我們當然是藝人 神說我是藝人 神說我是藝 然後你說自己是罪人 我們基督徒要同意上帝的看法 請看下一個經文 羅馬書4章5到6節 唯有不做工只信 稱罪人為意的上帝 他的信就算為意 正如大衛稱 那在行為以外蒙上帝算為意的人 是有福的 你看這邊這個短短的經文 兩節就已經強調了 稱罪人為意的上帝 我們是義人 在行為上 在行為以外蒙上帝算為意的人 蒙上帝算為意的人是什麼 就是義人啊 你再看下一個經文 他說得盛免其過遮蓋其罪 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為有罪的 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為有罪什麼意思 就是其實我們還是有罪 我們裡面還是有罪性 但是主不算我們有罪 那什麼 不算有罪是什麼 就是義人啊 對不對 好 請看下一個經文 加太書2章16節 既知道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穌基督 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 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 不因行律法稱義 因為凡有血氣的 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 你看這邊再跟你強調 我們是因信基督稱義 沒有一個人因行律法稱義 強調第一件事 我們不是靠行為律法稱義 第二件事我們是因信基督稱義 稱你為義人 你就是義人 請跟上帝同意 請同意上帝的看法 再看下一個經文 我們若求在基督裡稱義 卻人就是罪人 難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嗎 但或不是 這邊是不是告訴你 難道我們人就是罪人嗎 所以不是嗎 我們不是罪人 不是罪人是什麼 是義人 了解 不是綠豆 是義人 綠豆是哪義人 綠豆是加義人 好啦下一個經文 羅馬書一章17節 一起來念 因為上帝的義正在這福音上寫明出來 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 如經上所記 義人必因信得身 你就是那個義人 你看這邊都已經直接寫出來 義人看到沒 義人必因信得身 你就是因信得身的義人 請看下一個經文 加太書3章11節 沒有一個人靠著律法 在上帝面前稱義 這是明顯的 因為經常說義人必因信得身 你會發現因為很重要 所以常常用到 一直一直跟你講 義人必因信得身 你就是那個義人 你是因為相信而稱義 因為稱義而因信得身 你就是那個義人 再下一個經文 希伯來書10章38到39節 只是義人必因信得身 你會發現很重要 講了三次 而且是聖經在不同的地方講了三次 只是義人必因信得身 他若退後 我心裡就不喜歡他 我們卻不是退後入成人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已至靈魂得救的人 你看我們常常讀聖經都會讀到 他若退後我心裡就不喜歡他 天啊 神不喜歡我 可是經文說什麼 我們不是退後入成人的 我們 你跟我都不是退後入成人的人 我們是有信心已至靈魂得救的人 我們是義人 我們因信得身 你就是義人 再看 下一個經文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 使你們可以得以此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你有沒有發現 常常在引用這個經文 我告訴你 有人會說 啊你要好好去禱告 認罪 把罪認完 你的禱告就大有功效 可是我告訴你 不是 你的身份就是義人 你偶爾會軟弱不小心犯錯 你仍就是不小心犯錯的義人 就很像是罪人 再怎麼犯 再怎麼做好行為 他仍就是罪人 除非他接受耶穌被稱义 相同的你現在是義人了 你接受耶穌你被稱义了 你被稱义之後你就是義人 你是義人 你不要已經犯錯了 你還是義人 然後義人祈禱所怕 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你就是那個義人 你的禱告是大有功效的 讓我來為你禱告 親愛的耶穌祝福 我們這裡每一位弟兄姊妹 清清楚楚知道 耶穌基督稱我們為義 天父稱我們為義 聖靈稱我們為義 聖父聖子聖靈 三位一體獨一的真神 都稱我們為義 你是義人 所以神很喜歡你 神看見你就看到義人 就非常的喜歡 然後你會蒙福 然後你的禱告大有功效 然後你必因信得身 你義人必因信得身 你因為信而稱义 稱义而得身 然後你成為世界的祝福 然後把這個耶穌傳出去 奉我們神明祷告 阿們